高雄一名小貨車駕駛開車行駛到一半 車上保養用的香精罐突然間自燃 附近民眾聽到了爆炸聲響 還以為是槍聲 而另外在南紫區同樣發生了火警 一處資源回收廠內 疑似氣質的電池起火釀成了火災 還好整體事故無人傷亡 凌晨12點多馬路旁小貨車冒出紅色火光 伴隨濃濃黑煙火勢還越燒越大 遠景貨報抵達拿起滅火器 對著小貨車後抖進行滅火 同步在路口進行交通指揮 就怕再度發生事故 遠景絲毫不敢大意 事發在高雄三民區 24號凌晨同姓男子駕駛小貨車行駛到一半 車上保養用的香精罐突然自燃 當下還傳出爆炸聲響 附近民眾聽到一度以為是槍聲 也嚇得爆案 好在只是烏龍一場 同名手掌 錢幣 桌上 一般化學品不要過度激烈的搖晃 溫度大概40度左右以下 據了解保養罐會突然燃燒 疑似沒固定好 加上可能激烈搖晃 這才不慎引燃 而同樣注容意外也發生在南子區 濃煙直竄天際 上方陸橋都被煙霧團團包圍 大量堆積物不斷悶燒 警消抵達立即拉水線灌救 事發在23號晚上 南洋路一處資源回收站 對方的雜物中疑似 棄至廢電池起火釀成火災 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消防立即派員灌救 經過半小時終於將火勢撲滅 立即出水撲滅 無人員受傷 好在整起意外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深夜傳出助容 也驚擾到附近民眾 謝謝徐全容陳編君王秀成 告成報導